大家好,我是梁教練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月位伸展操第四課 手臂、手肘、手腕篇 幫大家舒緩五十肩 解決媽媽手等等的問題 大家在收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今天我們將會透過伸展運動 刺激以下的月位 包括天精月、鼻魚月、赤窄月和心包經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開始了 第一個動作 手臂外側伸展 左手伸直向右擺 右手向上屈起,扣住左臂 慢慢向胸口方向加力拉近 換另一邊 右手伸直向左擺 左手向上屈起,扣住右臂 慢慢向胸口方向加力拉近 每邊我們會割造兩次 另一邊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刺激手臂上方中央的臂如穴 刺激臂如穴 刺激臂如穴 可以有效舒緩 肩頸緊張酸痛 以及手臂疼痛等等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手腕上下屈伸 伸直左手屈起手腕 右手手掌踏在左手手掌之上 向內加力以幫助伸展 左手手腕反向下 右手踏在左手手背上 向內加力以幫助伸展 換另一邊 我們會重複剛剛的動作 這個動作除了可以舒緩媽媽手 同時也可以刺激從心臟元手臂內側 至中指指尖的心包經 刺激心包經 可以改善心跪 氣喘 胸痛 和上臂疼痛等等的問題 第三個動作 轉轉手腕 十指緊扣 慢慢轉轉手腕 放鬆 因用力過度而僵硬的手腕 最後 反掌向前伸直手臂 第四個動作 手臂內側伸展 兩手屈臂放在腰部後方 兩手手掌向後打開 肩甲骨夾緊 肩甲骨的朋友 打开手针 这个动作可以刺激我们的肩症穴 改善50肩和手臂痛等等的问题 最后一个动作,我们会做针鼻反折 双脚跪在墊上 两鼻伸直,掌心向外,掌尖向下 慢慢弯腰,手掌触地,再拉伸 身体可以慢慢向后移 以加强伸展的幅度 慢慢起床,我们会做两次 第二次 这个动作可以刺激手肘节纹上 近毛指位的尺扎穴 刺激尺扎穴可以改善吸瘦 手肘痛和呼吸系统问题等等的疾病 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做两次以上的运动 去改善手臂、手肘、手腕的问题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赞好 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下集再见吧 拜拜